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平均数相同时的资料差异性 观察下列四组数字并回答下列是非题 第一组数字00001000 第二组数字0100200300400 第三组数字1981992002001202 第四组数字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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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A 上列四组数字的平均数都是200 我们可以知道是对的 因为第一组数字的总和是1000 除以五个数字 所以说它的平均是200没有错 第二个选项0100200300400 全部加总也是1000除以五个数字 所以它平均也是200 接下来第三组数字19819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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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总也是1000 所以除以五个数字也是平均为200 第四个每个数字都是200 它的平均也是200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打圈 它是对的 接着第二题 上列20个数字的平均也是200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每一组数字的总和都是1000 所以现在总和就变成了4000 那么今天这边就有20个数字 所以平均还是维持在200 所以第二题也是打圈 接着第三题 根据平均数我们可以说上列20个数字都很接近200 是这样的吗 根据平均数我就可以说每个数字都很接近200吗 它是错的 因为可能会有极值 现在在这20个数字里面有很接近200 或者是刚好是200的数字 可是一定会有落差 像是这个极小值 或者是这个极大值 只是刚好这五个数字的平均是200而已 所以说并不代表这20个数字都很接近200 接着第四题 平均数代表的是整体的概念 不能代表个别数字的特性 这是对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平均数只是全部的数字来做加总 然后来处理它个数 它是整体的概念 并不是说每个数字都是刚好是200 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从这个例题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知道平均数不代表 你知道里面每一个数字的特性